这威震天正面还行 这底盘就太吓人了 在早年间 汽车议会雇用了大批劳动者 对塞尔坦的矿产进行开采作业 但部分高层认为这些劳工的存在 代表了退化 蓝散和堕落 他们决定让自动化取代人工 这会导致一大部分人 无法维持艰难的生活 还是矿工的威震天发起的小规模暴乱 实在也是形势琢磨 他被带上飞船和其他的囚犯 运往宇宙的深处 他将面临的是永无止境的惩罚和劳作 但之后带领囚犯占领的飞船 这些都是他日后成为霸天虎领袖道路上的 必要经历和重要收获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收起手掌 翻起背包 解锁肩膀卡扣 把双臂翻弄到背后 收起脚跟 下翻脚掌 锁定脚踝内侧面板 旋转腰部 打开小腿内侧盖板 把双腿抬起 把小腿下折 沿膝关节翻起 再沿大腿关节下翻 扣合小腿内侧面板 把双腿和腰部锁定 打开背包 翻出履带 车头面板下折 和履带锁定 把车头沿关节向后推动 把武器拆分重新组合 主炮安装在双臂之间 羊羔只能外挂 但按在哪都不太好看 玩具变形简单流畅 是围成微阵天的重吐改模 但外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头腰是重新设计 拥有比原本玩具更加地铁 更加生动的面容 全身卡扣的精度很高 并没有因为模具的多次使用 而变得容易松动 缺点是有一部分武器 需要外挂搭载 人形下也没有太好的可动 太吧 干也干了 好 好 好